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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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总 谢谢 我们讲到区块链 其实大家印象中好像区块链就是在挖矿 但实际上区块链现在运用的最多的是在金融行业 那么区块链要真正的落地 它其实面临很多的一些问题 我们先从区块链面临的两大问题说起 那么我们有请夏淳来跟我们说一下 对 因为区块链在去年 尤其到今年春节的时候非常火爆 都弄得三点钟都不睡觉 其实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区块链能不能结合实体经济 能够做出落地的应用 所以为什么今天咱们要请吴总来讲 这个民以实为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食品 这样一个特别落地的应用场景 通过应用场景呢 然后我们来挖掘区块链怎么来应用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区块链技术自身 它是先是从比特币开始 然后做到从1.0比特币 做到2.0的这个以太坊 做了一些 那么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局限 弄来弄去还是在壁圈里面转 这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么一个海量的应用 比如说像吴总这边做食品 食品的话那是面向上亿的人 超过10亿的人来使用 生产食品的这些环节 那都是百万千万量级的 非常海量 然后在安全性要求很高的地方 这些技术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样呢我们也是特别有幸地请到一个技术 这个国际级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大专家 因为我是这么来讲啊 区块链其实技术呢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计算机的技术 一部分是分布式计算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密码学 那功力博士呢 在密码学院方面呢那是真是在这个 就我们这个年龄是鼻祖级的 实际上这个在计算机这个安全还没有形成大势头的时候 它在剑桥 剑桥大学就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 然后以至于在SUN 就是我们互联网时代一个核心技术就是Java 当时他来主持这个Java的整个的安全体系 今天千千万万用户 大家天天都在用的 手机上跑的东西 这个实际上都是有他的 都是他的这个杰作 所以在这个技术方面呢 我们希望龚总 龚立博士能够给咱们做很多的分享 谢谢夏博士 龚博士您刚刚听了这个夏淳的这个分享 你觉得在技术这方面 区块链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区块链 我先说一下 区块链其实按我来说 三拨人 一拨就是说所谓搞这个B的 就是所谓B圈一拨人 然后一拨人所谓的链圈 就基本上说搞技术这一圈 还有第三拨实际上 就是应用的人 这三个地方实际上有一定联系 但是不是非常必然的联系 并不是说比如说应用的一定要搞这个B 要搞B一定要在链上有创新 或者说应用的一定要什么特殊的链 这就是这里头有联系 但是都不是必然的 我是个人觉得 就是说比特币实际上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系统 它综合了分布式系统 安全加密公钥系统 其实这就是80年代 从70年代起开始一系列创新 它集合在一块解决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比特币这个问题 它解决其实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它证明是一个商业问题 就是大家对这个是有信任的 就去推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带着我可以继续讲 但是它这个成功呢 使得人就觉得把它一点要放大 就是说它怎么来推广 我觉得所有的现在放大的 包括以太坊的都是错误的 就是我现在说 都是错的 对 都是这些错的 我先说一下 就是一语先惊人一点 为什么错呢 就是说 我就现在做这些技术的 大部分都是误导的 为什么误导 就是它把它一点放大了 你解决什么问题 你比如说以太坊 大家都觉得说比特币太单一了 就是只能去买卖这个币 我才能做应用 所以做了以太坊 其实做应用 你看说以太坊最成功的是干嘛 其实以太坊不是没有理由 以太坊最成功的就是发币 它就是发 它提了一个发币的作用 就是它非常成功 它就做发币 可是它功能 我认为 它功能基本上仅限于发币 你在它上的做应用系统 是什么概念 基本上说大家都用Windows 比如说用Mac 对吧 问题是每个人用自己的Windows 不是说一个Windows 全世界人应用都在上的做 所以现在的人在以太坊上搭东西 都是基本上就相当于说 我要一个Windows 全世界人的应用都在一个系统上做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所以我就真是误导 并不说以太坊没有用 可是如果说以太坊的主要目的就是发一下币的话 那剩下其他的那些第二级再开发的 什么我去加速以太坊的 我去什么off链的就做一些事情 这些东西就都是误导了 因为它本身就不成功嘛 你说我把一台Windows能够加速到多么快 全世界的人都共用一台Windows 是能用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你看互联网实际上大家都把这个链 就是说这个区块链跟互联网相比 互联网并不是一个 大家都在一块干事的这么一个系统 大家是各自干各自的事 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式互相联系起来 联系的方式也可能是不一样 做事也可能是不一样 我认为以后发展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发展 而不是现在的发展 我这只是概括地说一下 就是具体的咱们还得展开来的谈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误导着 公立博士真的是一名 我觉得什么一语惊人 让大家听到说这个以太坊全是误导大家 因为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在一个系统上 在一个平台上做事 刚才夏博士刚刚讲到 就是说这个区块链行业两大问题 一个是缺乏和实体经济结合的落地运用 另外一个就是第三代的技术还需要突破 这是我们在第一段刚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区块链行业面临的两大问题 也就是这一点的一个缺乏和实体经济 区块链行业的经济 室体经济